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 你们啊 你看看 来来来 握握手握手 什么事啊 干什么 干什么呢 一点距离像都没有啊 老秦 你来了 我们不唱歌了 敢跳广场舞了 以后这儿啊 还真没你什么事了 老秦 不是这样的啊 是你不来咱就没法唱 这不大家才来跳广场舞的 是不是 老牛 对呀 对呀 家里有事 我真的来不了 你那小伟呢 今天怎么没带来啊 真的呢 不可能总是带着的吧 就是嘛 以后啊 你还真不用来了 踏踏实实地在家里看孩子 你怎么说话 你太过分了 我说得不对啊 咱有啥说话的呀 怎么了 我今天就是来找你呢 找我 干什么啊 走吧 老秦 干吗呀 老秦 你这干吗呀 老秦 倒霉 倒霉 小马 你带着他们练去 好 没事 没事 他那张嘴才不随到啊 秦初兰 咱都说好了 这篇翻过去了 以后咱们呀 井水不犯河水 我听说 你跟婷婷的奶奶爷爷挺熟的 谁呀 婷婷的奶奶爷爷 许光明的父母啊 你说的那对土豹子呀 怎么了 他们是打算回去呢 还是打算留下来的 我干吗要告诉你呀 那行 你告诉我也行 但是我弄错了 我听别人胡说八道 要不你是在吹牛 我还真以为你跟他们挺熟的 我干吗要吹牛啊 我还真跟他们挺熟的 他们倒是打算回去 不过又有点犹豫 孩子没留住 给人家了 你是不是有点舍不得呀 想要什么呢 想要什么呢 我吃下来 他们走了以后 打算把婷婷怎么办呢 这个呀 我还真不知道 要不我帮你问问 我不瞒你说吧 我特意过来找你 就是来求你这件事情 我希望你能帮我去问你 真是风水轮流转哪 想不到你今天呀 也有事求到我头上 我呢 大人不计小人过 就帮你问问 谁让我常向红心好呢 走了 你是我的小牙小苹果 怎么爱你都不嫌多 咱们接着跳了 接着跳了 你跟老常说什么了 你跟老常说什么了 把他嘚瑟的 今天他值得嘚瑟 因为我在求他 你求他 求他干什么 我求他去打听 听听他奶奶爷爷的事情 你觉得他会真心帮你 但是我又能怎么样 你可以直接过去问问吗 直接问倒是不行 老康 你出面吧 你孙子跟婷婷不是同学吗 借着这层关系套套近乎 这不是放假的吗 快开学了吧 可不吗 有什么不能直接去的 老齐 你是婷婷他姥姥 你有这个权利呀 现在这个孩子 他不能来见我 有什么不能的呀 你不懂啊 老齐见到孩子心里难受啊 再说孩子也受不了 现在我就想知道 这个孩子在他们家里 过得好不好 我原来以为自己挺坚强的 我觉得我在孩子的问题上 这个坎 我卖得过去 但是我现在只要一想到 这个孩子 他拼了命地回来找我 我那个心呢 九岁 现在你把孩子带过来 孩子见了我 他死活是不肯走的 他一定会惹他奶奶爷爷生气的 再说你知道 我们两家的关系不好 冒冒失失地去 他会给我什么脸色盖 能解决我什么问题呢 谁呀 那女的 姓长的 长舌头 小肠呢 你也在家呢 小肠呢 小肠呢 我往里边走 你也在家里边走 好好好 请坐 请坐 我今天去早试了 买了点梨挺甜的 拿过来给你尝尝 来就来了 别买什么东西 坐 坐 坐 好嘞 好嘞 光明没在家呀 光明去美国了 行啊 行定呢 孩子有点腼腆 没事 没事 不用叫他了 我这两天呀 在小区里没看见你们 还以为你们回去了呢 只不过上门来看看 小肠啊 是个热心人 哪儿蔬菜便宜 哪个汤位缺轻短量 都是他告诉我的 你们聊吧 我跟婷婷出去转会儿 转什么转啊 人家来了陪这儿聊聊嘛 婷婷啊 爷爷带你出去玩着了 走 婷婷啊 爷爷跟你玩游戏啊 爷爷呢 心里想好了一个人 这个人呢 你肯定认识了 你来猜这个人是谁 你要猜对了 咱们俩就换 谁猜得快谁就聪明 好不好 好 爷爷 想好了这个人了 你猜吧 婷婷 你啊 你得说话呀 你要不说话 咱这个游戏就没法玩了 你猜 你也心中想的这个人是谁 婷婷猜对了 婷婷赢了 婷婷赢了 秦初兰 把我这门口都给扫了 顺便 谢谢你啊 我那房客没吵着你吧 没有 我们两家关系好着呢 那就好 那就好 我跟你说啊 你让我办那个事 我给你办好了 这么快啊 那当然了 我常向红办事 向来不托泥带水的 那倒也是 怎么着啊 咱们就这样聊啊 哪能呢 屋里说 喝茶 走 你们在聊什么 瞎聊呗 我就说家里保姆的事 她去问问婷婷的情况 真有意思啊 这个成舌头 怎么关心咱们家的事 她也是热心 她问起婷婷的事 你怎么回答的 这婷婷她奶奶呀 就一个字 烦 烦 这么烦 烦孩子呗 烦婷婷呗 什么不好好说话了 不好好吃饭了 不好好睡觉了 不好好喊他们爷爷奶奶了 你是没瞧见的 这样是我在旁边劝着 要不然呢 就开骂了 她骂谁呢 她 你说骂谁啊 骂你 骂你闺女 骂你们全家 说什么呀 婷婷今天变成这个样子呀 全是你们害的 我呀 就发了两句牢骚 你说婷婷现在这个样子 你不着急吗 她没有劝你 把婷婷送给她姥姥 她就问了一句 我说啊 总麻烦别人总不好吧 你说说 她呀 就把你们家呀 当成一个火坑了 说了 说再怎么样啊 也不会把孩子 往火坑里推了 对吧 后来又说起保姆的事 你不是说保姆贵吗 我就让她介绍介绍 最后啊 她又问起光明的事 说光明有没有谈对象 我说正谈着一个 她说在小区里 还见过小李 说挺不错的 你没有说过不该说的话吧 没有 我这么傻啊 还说了啊 说要给孩子找个保姆 可是呢 找了好几个 人家一听说呀 这家里有个残疾孩子呀 谁都不愿意来 就是拆散你们家丁雪 跟许光明那小妖精 人家呀 马上要结婚了 这小三容身为后妈 想想吧 你们家婷婷啊 可是有罪瘦喽 你把这些梨全吃了 你不给婷婷留一个 哪是我吃的 她一口气全都吃完了 全是她吃的 一 二 三 四 五 六 六 六个梨她全吃了 她不是属猪的吧 可这是长事 给呀 给什么 一百人民币 一百人民币 咱们可是出好了的 你还真要收好处费呀 我是那人嘛 好处费就算了 但是 这活动经费 你得给包销吧 你说我上人家 能空着手吗 我买了一大兜的瓜果梨桃 你这点事都不懂啊 好 我该给 等着 儿子 到美国了吧 现在你们那边是晚上吧 保姆啊 保姆找到了已经来了 今天是头一天来 还行吧 正在干活呢 拖地擦地 在收拾屋子呢 是啊是啊 看来你是对的 拖了保姆啊 妈就省心多了 好的好的 那就这样啊 自己小心 好啊 刚才不是在拖地板 怎么睡着了 拖什么地啊 早上剩的两个包子 一口袭吃完了 睡半天了 晓芳啊 晓芳啊 你要睡 睡床上去呀 你不用 不用 不用管我 不用管 小妈你别说了 她还要不要结婚 跟我有什么关系啊 她是她 我是我 她走她的阳关道 我走我的独牧桥 没有啊 最近没跟我妈联系 你跟我妈说 不许他管 好 我帮你跟阿姨说 要我说呀 你也用不着真生气 我丁程阿姨刚才说 那个女人接近你情夫 她是有目的的 她是想利用她 喂 喂 要挂了 喂 林雪儿 你怎么来了 我正给大维说去槟城 开文化公司的事呢 那 那你们先聊 我先走 不是家里出什么事了吧 薛丽君 我问你一句话 你问 你跟我说的那些话 是不是真的 你怎么突然间 想起问这个了 你就回答是还是不是 当然是了 我还是那句话 丁程 只要你现在同意 我马上就跟你结婚冰前 我保证对你好一辈子 丁程 你 你是不是想通了 你确定 你不是一时半会的新鲜感 丁程 我跟你说句掏心窝子的话 我 自从那个时候 三番五次去你们团里 找你的时候 就已经想清楚了 我 我铁了心了 你知道吗 丁程 我还是那句话 只要你愿意 我马上跟你结婚 对你好一辈子 一辈子都先少 丁程 你告诉我 你是不是想通了 我没有 我 我就是 我就是问问 什 什么意思啊 没事 我就是想确定一下 你怎么办 我怎么办 你怎么办 我就是做一个音乐 不好意思 你怎么办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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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我都安心你了 我也是 你怎么办 我都安心你了 你怎么办 我都安心你了 我都安心你了 我 许大哥 家里不是有保姆了吗 怎么自己还出来买菜呀 哎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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怎么睡不醒啊 这城里的保姆 不会都是这样吧 哎 一个月两千八 除了周六周日 就搬二十二天 平均一天 一百二十块 瞧人家啊 睡了半天 就赚六十块 比住宾馆还核酸呢 宾馆不管饭 咱还管饭呢 宾馆不管饭 重吃什么呢 哦 哦 嗯 嗯 acle 吃啊 一起吃 别光看着 吃啊 皮一剪小一剪啊 这红烧肘子啊 味道确实不错 就是酱油放多了 这 电视上可都说了啊 这酱油里面的 一多半可都是盐 那什么三高啊 高血压高血脂什么的 都是吃盐太多惹的货 两位岁数不小了 应该吃点清淡的 你年轻你不胖 你多吃 好 婷婷走 你们慢慢收拾啊 我带婷婷出去玩会儿啊 这大中古的去哪儿呢 婷婷中午要睡午觉在 还睡午觉啊 这不上小学了吗 怎么了 幼儿园睡午觉 这小学了还睡啊 养成习惯了 下午的第一堂课 打瞌睡了被老师骂呀 再说了 也就中午暖和点 不现在玩什么时候玩啊 婷婷 走 我又不是把你们孩子拐跑了 我身份证理都看了不是 那好吧 去吧 走 来 走 她在养镳呢 整个找一奶奶这是 你喜欢吗 是 它很冷 但是没事 真的 真的 不错 真是 爸 来 爸 我给你拿吧 这东西又不沉 没事 爸 应该让他拿自己的东西 许婷婷 许婷婷 你怎么在这儿 我跟谁来的 爸 这孩子一个人出来呢 你不认识 爸 爸爸 又是许婷婷 那女的您认识吗 不认识 她这会儿应该跟她一样的 在一块儿 要不你 你给许光明打个电话 问问怎么回事 光明现在在哪儿 那边都半夜了 你打电话问问谁阿姨 喂 老康 什么事啊 什么世人贩子 是人贩 人贩 我们要叫警察 现在在哪儿 爱 老康 老康 怎么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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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奶奶 奶奶 卖冰淇淋那儿 认识吗 老康 好像是新来的保姆 保姆 保姆 她爷爷奶奶给她请保姆了 刚请她 这哪有保姆出来逛街 光顾自己不顾孩子的 但是我们不需要邀请的地方 当然不 爱 想吃啊 来 好吃 想吃吗 这什么保姆啊 怎么能这么对婷婷呢 你俩就那样看着呀 老康你也是 那老齐不方便过去你去呀 那臭骂她一顿怕什么 那保姆是庭婷的爷爷奶奶行的 那你让我怎么认输啊 那好歹你是法律专家呀 她这么对婷婷 那你说 有没有什么法律条文制裁她 目前还真没有 老齐 我说大梅呀 一个小保姆的事情 你跟娘老康你说得着吗 我这不是着急吗 行行行 您俩要是不管啊 我管 那好歹婷婷还叫我姥姥呢 你管 你能怎么管啊 我上门了 告诉婷婷的爷爷奶奶 那保姆是什么玩意儿 那人家能信你的吗 有什么不信的 问婷婷啊 问婷婷 婷婷要能说 不就没这事了吗 你上哪儿了 你别管她了 她呀肯定有自己的不意 王总 对对对对对 合同快到期了 马上就可以去槟城了 好好好 行 那我们见面详聊 扶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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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她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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扶她扶她 小心小心小心 石头 怎么回事啊 那个薛总 刚才丁老师跳舞的时候 不小心把脚给崴了一下 跳舞 谁 谁让她上去跳舞的 不是 都是那小文 那小文不是生病发烧了吗 我就想着让丁老师 我临时上去救个场 结果你可就 大魏你脑子没病吧你 行了行了 别怪大魏了 是我自己要替的 扶我上去吧 快快先扶着 先扶着先扶着先扶着 慢点慢点慢点啊 慢点啊 不是不是不是 你这你 大魏 缺一个人就缺一个人嘛 你你你干嘛 把丁老师弄上去啊 薛总 咱们广告打的是四小天鹅 你说要三个人上去 你这没法给光与你交代呀 是不是 你猪脑子呀 你你把广告改一下不就完了吗 怎么改 把那个四小天鹅改成 SHE版的辣妹子 再说你 你你你头发这不也挺长的吗 你怎么自己怎么不上去跳 我 拿用 好 来吧 有人吗 有人吗 喂 不说话你解释 好 喂 谁呀 说话呀 挂了 谁呀 刚才我接也不说话 怪了 谁呀 你们三个啊 有一个算一个 我平时千叮凝万嘱咐 是吧 让你们照顾好丁老师 照顾好丁老师 照顾好丁老师 你们就这么给我照顾 是不是 是丁老师自己钻错的方向 所以撞了一下就 丁 丁老师他钻错方向 你们不会跟着错吗 是不是 你们在舞台上摸爬滚打这么多年 怎么到时候一点应变能力都没有了 我告诉你们啊 这场劳务费通通没有了 还要罚你们两百块钱 凭什么这也太欺负人了吧 对啊 你说你这小丫头骗子 我 我欺负你怎么了 这明明就不讲道理嘛 你是不是不想干了你 就是不想干了 不想干 滚蛋 滚 滚 我也不干了 我也不干了 等会儿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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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丁老师 今天是不赖你们 是我自己的原因 他不是要扣你们的钱吗 没关系 算我的 丁老师 这事你别管啊 这帮丫头骗子啊 还说不得了 正好正直你们 薛丽君你给我闭嘴 你除了给别人找麻烦 你还会什么呀 你以为你是老板就了不起啊 他们要都走了 你上台跳舞区 这 无所谓啊 想跟着我薛丽君的人多了 行 他让你们走是吧 那好 我也走 丁居 这唱的是哪出啊你 薛丽君 我告诉你啊 你以后要再敢骂他们一句 扣他们一分钱 我立马就走 那个 看在丁居老师的份上 你们好好跟丁居老师学习一下 可丁老师多么大度 这才是这个艺术家 得意双心 这个看在丁老师的面子上 这就原谅你们了 但是 死罪能免 活罪难逃 你们三个赶紧 去给丁老师好好把脚揉揉 行了 行了 别假不假声 你们跟我揪吧 你小妖子骗子 我算是看出来了 这一扇总比一扇高啊 你呀 总算是被人家的给拿住了 看我笑话呢 我还没找你麻烦呢 我告诉你啊 这次丁居学得亏没什么大事 他要是有点大事 我能招死你 以后啊 不许善自作主 你就放心吧 徐总 你就再给我一百个打 我就不敢了 我现在总算是发现了 你是公司老板 他就是公司老板的娘亲呀 这下了的呀 赶紧 该干嘛干嘛去 不是 我问你去啊 徐总 你们俩看这情况 是不是已经 那个了 想知道啊 你想知道那么多干嘛呀 该你打听的就打听 不该打听的别瞎打听 你赶紧去回厂子里去 把钱要回来 不许再要支票 现金 现金 好 来 哥 弟再说最后一句 一眼看你们夫妻店就要开车 弟佩服 那是相当的佩服 走了 走 到底谁呀 出个声啊 还给你做点一样 可不 别是坏人递上咱们了 别是坏人递上咱们了 那边啊 最善良 行了行了 赶紧帮我揉揉吧 别真肿了 你稍微轻点 你稍微轻点 他开的是 夫妻店 瞎说什么呢你 轻点轻点 我来我来 不过说心里话 我听他这么说吧 心里边特别高兴 要是要是真有那么一天 死也认了 你可别胡说八道 老婆 说八道 你去找个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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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这样跟你揉酒 丁萱 我的心思你最清楚了 我真的好爱你 我希望你能跟我在一起 您好 您在这儿干吗呢 没事 我刚才散步 我走累了 我在这儿歇一会儿 那您需要帮忙吗 不需要 不需要 谢谢啊 这棵柔树还在啊 你还记得这里吗 我们就是在这棵树下 晓风啊 哎 我们出去买菜 有时候四个电话你接一下 阿翔 问你清理一下是谁啊 哎哎哎好好好 你们走吧啊 哎 怎么这不怎么样啊 我们小时候读书的男生私熟 他样子换 顿顿不开 眼 气质清新生 我为天 喂 喂 喂 你是手拉手 家政服务公司吧 我上次委托你们 找到那个保姆 怎么还没来啊 合着你们不会是 光拿钱不干活的公司吧 打错了 没错 一个月六千包吃包住 这点条件总该可以了吧 你们如果找不到人的话可以啊 那我就 我就另找公司吧 哎 等等等等 您要找保姆 一个月六千 哎 上次我跟您说的话全忘了 全白说的 哎 哎不好意思不好意思啊 上次接电话那人哪 离职不干了 现在我负责 哎 麻烦您再跟我说一遍 我再说一遍 我找的是一个保姆 这个人呢 能不能干活 会不会干活 这并不重要 重要的是这个人形象要好 脾气要好 要能陪我说说话 我年纪大了 我在家里头呆着挺闷的 我想找人聊聊天 您一个月能给六千 六千块钱是基本工资 我这儿还包吃包住的 哎 你这儿到底有没有合适的人哪 您住哪儿啊 哎 冰孔二里 一百零七号 我再问你一遍 你到底有没有合适的人 有有有 当然有了 那就对不起 赶快派人过来吧 我在这儿再等半个小时 如果人不到的话 我立马就换公司 喂 喂 基本工资就六千 你们怎么回来了 忘了拿钱包了 是不是又扫玩电话 谁的电话 是不是 我有急事 我得出去一下 我问是谁的电话 哎呀 我同事打来的 他老公啊 被推堵机给碾死了 哎呀 我得我得去一下啊 沉默 沉默以后 不愿再开口 沉默以后 世界安静了 上天让我们相守 为何又走到尽头 为何又走到尽头 曾经的温柔 已经无情当被偷走 离开了尽头 离开以后 离开以后 还剩下什么 离开以后 就别再回头 离开以后 离开以后 就别再回头 离开以后 当作是最后 最后一次解脱 守着一个人的寂寞 像开不住的花朵 两个人的世界变成 无奈的沉默 曾经那快乐的经过 难道就不能回头 曾想对你说 怎么能忘了说 再一次 再一次 抱我